三重永胜里社区关怀据点 除了规划丰富多元的课程 每周二、三、五的课程结束之后 还会举办共餐的活动 里长侯锦族感谢志工的帮忙 料理出营养又适合长者享用的餐点 一走进里长办公处 就可以看到许多志工已经开始忙碌 有的削皮、有的切菜 他们全都是三重区永胜里的志工 每周固定来帮忙烹煮共餐的料理 因为我们做了六七年了 然后我们这些志工阿姨们 他们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就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 我们都有共餐 因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所以我们就会有设计规划 让营养能均衡 所以我们就会礼拜二简单的大锅饭 那礼拜三就是简易的外汇 就甜不辣还是菜包肉包 那礼拜五就是像今天所看到的大共餐 大共餐的菜饭 一次邀张罗三、四十人份的料理 其实也不是件简单的工作 但是志工们却忙得相当的开心 大家一边准备一边聊天 而且每周推出不同的菜色 没有事啊 来这里来这里玩 来这里老人集合、动一动 每天共餐的料理都要你负责去想是不是 随便想随便 随便煮 撒那个撒三盏 还有那个炊蛋 蒸蛋 还有炒高丽菜 煮软的 肉的吃得有法 每次都要换菜 不能固定的菜 虽然共餐的料理都是一些家常菜 但是志工都有考量到长者的健康 不但有菜、有肉、还有蛋 烹调方式也以轻炒或是蒸煮为主 在在都能看出他们的用心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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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